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哈利不老》 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英国电影,斩获了多项电影奖项 70岁的老人哈利住在贫民窟旁的一个小公寓 靠着每个月的退休金生活 他的妻子因为生病只能住院 老哈利就每天从家里走到医院去看他 而且就算哈利再赶时间 都不会走那条比较近的人行通道 因为那里是一群小混混的聚集地 他们为了寻求开心殴打过往的新人 并且对老人和妇女都不放过 但当接到妻子病危的电话之后 尽管内心交集 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与往常一样的路线 也因为这样没有见到妻子的最后一面 就在这时哈利的朋友莱恩向他坦言 自己可能被小混混盯上了 而他的方法就是尽可能的保护自己 可是哈利没有想到这样的一别竟是永别 被小混混们暴力致死的莱恩就这么离开了 哈利报警了 但是警察对于这起暴力事件的进度实在太慢 他们苦于没有证据 所以并不能拿那些小混混怎么办 然而悲痛不已的哈利在走路时被一个小混混盯上了 出于本能的反应 便杀死了这个勒索钱财的小混混 不愧是前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队员 尽管70岁但同样的劳当义壮 也因为这件事情的刺激 老哈利对于那些警察束手无策的小混混展开了报复 他捣毁了毒贩的老窝 救下了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孩 当黑社会头目和小罗洛在交易时 哈利又给他们致命一击 之后哈利没有放过那个害自己朋友死亡的小混混 拿到了警察们需要的证据后 和这些小混混来了场枪战 最后在发现了小混混背后的靠山 酒馆老板之后 成功的将其击毙 国情的不同让我们没有办法去体会 那些老人被混混压榨的生活 但是通过这部电影 我们感受到了 那些老人在孤苦无依的岁月里 还要被这些社会的渣子们践踏 不禁有点唏嘘 老人被殴打致死 然而警察们却拿罪犯无可奈何 这究竟是法律出了问题 还是社会人性的弥灭 如果警察有用的话 那么这个社会怎么可能需要一位 70多岁的老人来伸张正义呢 好了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